最近我们这里时不时就下场消息 早上出门望着这样的街景 我的反应是 每家屋顶积雪融化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但是为什么呢 我想有三个原因吧 一是朝向 向阳面的雪融化会快一些 不过我看同侧的房屋 每一家的屋顶雪融化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二是临街这侧有没有人住 早上他们开暖气了没有 这点其实我也无法验证 那我想说的主要是第三点屋顶散热 我做了一些简单的搜索 有了一些小发现 一是屋顶在房屋保温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房屋热量的流失途径 包括屋顶、墙体、门窗、地板、通风 我看到比较多的说法 是屋顶散热会占到总散热的25%左右 热气是向上走的 所以这个比例听上去很合理 看来想要家里保温 屋顶一定要重视 接着我搜了一下我们街上邻居家的EPC报告 这个报告是英格兰地区每栋房屋节能保温方面的评估 每十年需要重新评估一次 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可以免费查询到 在这里输入邮编就可以了 报告上面信息很多 还会给出如何让房屋更节能环保的建议 不过我这次主要看的是这一块 比如我们家的屋顶 这边写了保温层的厚度100毫米 旁边的评级是average 嗯马马虎虎吧 邻居家呢我看到有200毫米的 评级就是good了 very good的呢我看到有两个要300毫米以上 接下来就是要加强屋顶保温要多少钱呢 我问了许多家公司 只有一家给了我很详细的报价 给大家参考一下吧 首先呢把现有的保温材料移除 需要350毫 270毫米的保温材料 它们收费是17毫每平米 我不确定这里面包不包括安装费用哈 还有一种保温呢叫spray foam 是30毫每平米 这种材料怎么样呢 我随便搜了一下 密封性似乎比普通的肉要好 但是也有人说贷款机构不喜欢这种材料 具体情况我暂时还没有过多的研究 就不发表意见了 关于做屋顶保温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